奔驰的麦巴赫 而且还是一款家常版的 外观呢 采用双拼的颜色 整车呢 车长达到了五米九八 挂蓝牌的四座版本的 好多人呢 叫它普尔曼 其实呢 它并不是普尔曼啊 这辆车的内部呢 给大家看一下 中控屏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奔驰的C260 哎 开个玩笑啊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后排啊 后排呢 才是咱们今天真正的主角 咱们往这里做呢 座椅是带腿托的 而且前方呢 还给你装了一个电视的隔断 上方呢 有星空领的点缀 中间这一块呢 还有一个小天窗 后面呢 是有红酒柜的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先把这一块打开 这里呢 是一个小冰箱 打开之后呢 里面放的是红酒 上方呢 打开之后呢 里面放的是红酒杯 来 给大家再看一下它的后备箱空间怎么样啊 这个后备箱的空间呢 也是非常的宽裕啊 打开之后呢 内部呢 还有咱们的头枕 以及咱们的抱枕啊 最后呢 关于这辆奔驰麦巴克家常版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点个关注 点个赞 关注我吧 我是你们的